手机已就换新能兑换多少钱呢 百姓评说当今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天堂马哥换了一个新手机 您猜猜花了多少钱呢 对于厂家营销手段谈了自己的看法 咱们一起听一听是否有道理呢 那天我去 我说这岁数了 我说你也别给我推荐好的 我说我先提出我的要求 我说首先我这容量要求大一点 因为我这为什么要坏 我手机根本就没坏 什么都照常工作 哇有点小视频太多了 那看着看着就让我清除垃圾 我不知道哪那么多垃圾 我这都是好东西 他给我叫什么垃圾 对马哥真不礼貌 那可能是人家是统称的都管这东西叫垃圾 你看你叫垃圾我当好的留着 好来别抬杠 留天 好来我人说了你该换一手机了 因为你这128那存太小了 开始人家有手机的时候 32 完64 我都都换过 这换了64就了不得了 就跟背一个多大的书包似的 哪都敢去了 好64没多少 就128了 128这又不行了 你说什么 这256 256这就512了 像你们这个都 一个T 一个T 一个T就是一吨 一吨 你说这个这个这个电子产品更新速度太快 太快 而且我这个油就买个512了 那我这独称的够用 我还要什么东西 不知道你们干视频 用这个内存 我存什么上哪儿玩的 有时候照点小视频揽个刷 留个念一下 那老笑片一刷就没了 我得了 昨天一咬牙一一瞪眼 就买了 那我们新长新长 咱别给他做广告了 这个手机还没我原来那个大 这叫No13 就那么大个 你们一个 内存512 我这我厂拍用了 我还跟这个 我说我这个就是内存好 他说你买着了 这刚上市几天 他这个照相 特好 他这也符合我这 我这就是照相内存 别的功能你不错 咱们 他好在哪了 你就得近距离 有时候你看不见这字 你拍一下 有时候尤其他买个药什么的 那药的说明书 字是不是特小 人说了你呀不用你走 你也不用带花镜 你呀就把展开了以后 你就拿他拍照 拍照完以后不就刚小了吗 你照完以后拿手一放大 放大就直接放大上了 放大又不是珍重 你知道吗 你还后来他他还跟我说你不信 你试试这机子 这机子也是同样他给我说 照照完以后再放大就虚了 你看他这东西他他推出去这产品 他有一项革新 后来我分析这都是厂家的手腕 说是十三 其实他现在十五都有 隔一字推一个 人不能研究出来一样全上市 就跟我就就就就跟那聊天说话 把话全说了 把耗都没了 是不是真的假的你也囤着点 这手机这些东西 你也囤着 还肯定 这不用我说肯定是囤着 这就是营销手段 其实就多了这么一个功能 你照相以后 你可以放大看 放大而且他不识针 不虚 这机子就好在这了 真是 你知道吗 价钱不跟你们说了 反正 小我一位工资 可以 哈哈哈 退休金 对不对 黄伟高兴了 你给他过了广告 是啊 坐好坐好 咱们他看了一行 他赞助你 哈哈哈哈 也不求他赞助 而且我说他说还回收 怎么又回收 不回来 哈哈哈 聊天呢嘛 没点设 后来回来以后 他还说 你就换新 嗯 我这叫做没用了 是不是 我说你肯定得收 收你手机 肯定给你格式化 这东西全给什么了 我怕 保密丢了 我请他 所以他说 有什么秘密 不是 不是保密的事 他说 我说咱还是用什么 他还跟真的知道 又又照那又照那 他说我们是纯正的回收 给华为工资回收 而且把我这手机 他有什么 侧侧我了 还凑这屏幕 哗 这赶 赶不出怎么样 适合半天 我等这信 要给我 兑现多一点 都是他也没用 一百万元 最多 大爷您说多了 他有留纸 六十五 再见吧 你俩回去玩了 你看如今的手机 已经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更新速度也是很快的 您觉得马哥这款手机 性价比怎么样呢 您一般多久换个手机呢 会已经换新吗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 转发支持 我是卫星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